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贴上诺利加》后书第一章 保罗写了前书给这个教会 可能过了一段的时间 他再次的收到这个教会的一些的信息 发现到原来主再来的这个课题 仍然在某一个层面困扰着教会 因此保罗就写了后书 盼望能够在这个课题上给教会带来这个鼓励 后书相对来讲就更短了 只有短短的三章的经文 而且每一章的经文也不长 比如说今天第一章就只有十二节而已 我们说到《贴上诺利加》教会受到主再来的课题的困扰 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困扰呢?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读到第二章 我们就会发现到在第二章保罗就提到 有人冒名,冒保罗的名写信给这个的教会 告诉他们主已经来了 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换句话说,教会当中有一些的人 受到这个的到底是不是主耶稣已经来了 那么他们是被抛弃的 他们是被撇下的一群 他们为福音受劳苦 但是却被主耶稣给撇下 这是严重困扰着这个的教会 而且写这些信的是冒名的人 是一些的围拱天下不乱的人 可能是一些假教师 他们用保罗的名义来写信 这就更让《贴上诺利加》的教会 带来这一种的更加的混乱 因此保罗就认为说他需要亲笔的写信 可能是透过大家所熟悉的同工 把信件给送过去 要劝勉教会能够继续在真理当中 给占领的吻 我想我们今天就从这短短的经文当中 来看他的内容 做一些的反思 那么一开始第一点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或者保罗 他告诉《贴上诺利加》的教会 他说信徒为福音受苦 然而主耶稣他并不是忽略了他的子民 信徒不会白白为福音受苦 到时候满足的时候 主必亲自来审判 我们看到在第六节那边 圣经怎么说 既然上帝是公义的 他必以患难 报复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我们看到基督徒固然 因为福音的缘故 因为罪进入世界 当福音是要使人从罪恶 从魔鬼的诠释 给拯救 给释放出来的时候 撒旦一定会有所拦阻的工作 而这些拦阻这些破坏的工作 就会导致信徒在某一个层面 可能会面对困扰 会面对苦难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提醒说 上帝他是公义的 他会为我们来伸愿 就想起来 如果你在为福音面对苦难 不要失望 不要放弃 因为主是公义的 他必要伸愿 那么保罗就继续沿着这个课题 往下走的时候 他就说 那么主再来的时候 这就是其中一样 主耶稣一定会做的工作 他会来施行审判 在第8节那边就讲到说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全能的天使 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些不认识上帝 和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 主耶稣来 他必要施行这个的审判 因此保罗在告诉 贴萨罗尼加的教会 让他们不要害怕 主已经来 他们不要听信这些假教师 这些冒名的书信 说主已经来的 他们是被 好像在福音的苦难中被撇下了 不是的 如果主来的 他必定会为他们申愿 他必定会报复 审判那一些使到信徒 陷入在危机当中的人 这是主再来的工作 所以保罗劝告诉他们 第一 主必审判 第二 主什么时候审判呢 主再来的时候 这就是主耶稣会做的工作 那么第三 保罗就在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 给信徒一个很大的劝勉 很大的安慰 对我来讲 我也觉得很得安慰 在最后一节第十二节 怎么说呢 他说 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照着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原来信徒的受苦不是长久的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从主那边得着荣耀 而且保罗的表达很有意思 他说 当我们忠心为主而活 纵然是受苦 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会从我们的忠心得到荣耀 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同时我们也会因着主再来 主肯定我们 我们也要从主耶稣的身上得到荣耀 听众姐妹 这是你跟我要带着信心 要有勇气去面对各种困难 各种挑战的一个目标 因为主必荣耀我们 我们也要 主也会因我们得荣耀 主也要荣耀我们 感谢神 愿上帝继续施恩 看顾我们 让我们带着信心 愿意为主而受苦 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 我们同行祷告 提众上帝 让我们在你面前信心不动摇 靠主的力量 得够得胜 患难 等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